我只是自己讲 来到赖先生家中 市议员何淑萍 结合了金融爱心师子会 金融媳福会带来慰问金 要帮助他渡过难关 本来是家庭的经济支柱 然后他倒下之后 现在就换他18岁的儿子 靠打工来赚取一些 就是微薄的薪水 对 然后就是等于说 他现在完全没有收入 他们的房租生活费 还有医疗费 现在都陷入困境 所以说感谢媳福会 就是今天带来善款3万元 那还有国际A5爱心会 也带来善款跟物资 我也很难道 那人家帮忙 50多岁的莱先生 因为患有轻度的精神障碍 平常只能靠打零工为生 日前因为心肌梗塞 送医进行心导管 和放置自家手术 庞大的医疗费用 让家中经济陷入困境 市议员何淑萍 在校生里里长 国培轩 金融媳福会 爱心世子会等单位 善心人士陪同下 亲自到莱先生家中 送上慰问金 跟何议员 然后一起来做这个 急难救助的一个服务 发挥这个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的一个精神 因为他这半年是没有办法做工作的 那他目前有一个身心障碍的女儿 跟一个18岁的弟弟 那其实说真的 打工的金钱并没有到那么的多 那要支出一个家庭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那也谢谢何议员持续的帮忙 那我们以后续也会做 跟何议员一起做持续的关心 由于赖先生至少要休养半年 才能够正常工作 25岁的女儿患有极重度的身心障碍 家中经济全仰赖 18岁儿子外出打工 本身也是金融市妇女会 理事长的市议员何淑萍 发起了爱心募款 几天之后也获得了 凤凰狮子会 新北北海岸福人社等团体响应 社长陈彩岳及会长傅秀之 特别资政慰问金总计18万元 希望帮助赖先生一家人度过难关 来帮助一点点的小意识来帮助他们 那社会大众如果你们看到了 听到了大家能够生出你的爱心 那大家一起来 现场的状况真的感觉还蛮难过的 他希望社会大众看到之后 能集结爱心来多多帮忙这样子 谢谢郭理长及时反应 那淑萍就赶快联络这些 师子会 媳妇会 这些善心好朋友 那未来他们现在目前是有善款 跟物资只是解决暂时的问题 因为爸爸他未来 超过半年都没有办法工作 也没有收入 那淑萍还会透过其他的社团 来给他帮忙 市议员何淑萍 结合了师子会 福人社 及媳妇会等民间团体力量 爱心不弱人后 看见社会有困难家庭 尽力伸出援手 师比授更有福 享受着付出的快乐 记者 黄绍铭 介绍报导 好 看我这些号